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伦多的地产经济余号 今天的视频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7月份多伦多房地产的数据已经出来了 究竟是一个什么走势 一个成交量啊,成交数额是一个什么情况 所以我想跟大家在视频里说一下 首先先总结一下 7月份是每一年来说都是一个相对过于缓慢的一个市场 7月份和8月份都是 因为从1月份到3、4月份 这个春季市场通常来说是相对的火热的 房源比较少是一个原因 然后卖家比较多 大家都想在春天的时候把房子换了 去完成一个购房的计划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但是今年和2017年就很类似了 因为今年这个4月份开始就开始加息 所以说央行每隔一个月到两月就加一次息 加一次息 导致今年的市场呢 其实是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跟17年是一样的 是从一个完全的卖家市场转变到一个平衡的市场 目前来说呢 我觉得未来还会向买家市场去过渡 因为未来还有一定程度的加息 再加上7月份呢 很多年前去买完房子的买家已经完成任务了 另外一部分没买的这些买家 他们也索性处于一个躺平的状态 想要在这个夏天呢 稍微去旅游一下 去放松一下 加上今年更是这样 因为很多买家他会觉得还有加息 所以不着急一个下降的市场 很多买家都会等待为主 看到这个加息加到什么地步 房价落到什么地步 他们才会去考虑出手 所以今年的7月份 跟以往的7月份比更加的不是很好 更加的差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数据了 第一点就是成交量 成交量呢 今年7月份的成交量 同比去年的7月份的成交量 减少了47.4% 基本上属于腰斩的状态 但不是价格腰斩 是成交量的腰斩 很多买家呢 不愿意去看房 包括我的很多有一些客人 不愿意去看房 甚至觉得现在看房是浪费时间 是要过渡一下 等到这个9月份10月份再开始看房 另外一方面是房源很多 虽然价格已经下来了 并不是很符合他们的心意 他们觉得这个价格可能还是嫌高一点点 所以他们呢 觉得现在看 还不如再等一等看 现在看呢 基本上是也不会去买 所以做的工作是有点徒劳的 这就导致了目前在市场上的一些listing 我也有大概几个两个到三个的这样的在卖的一个情况 看房的人很少 大概两天到三天才有一个看房 这样来说的话 就会让卖家非常的着急 没有办法 那现在市场就是这样 大市就是这样 两三天才有一个人看 那得来的offer更是微乎极微 所以呢 不是很好 第二个呢 就是说七月份的均价 七月份的均价同比去年七月份的均价同期只增长了1.2% 如果大家有关注我以前的视频或者关注这个多伦多从四月份开始的这个均价同比的话就会发现 四月份五月份开始均价同比增长7%点几%6%点几 甚至到五月份5%点几 六月份5%点几 4%点几 3%点几 现在呢 现在好了 现在七月份呢 同比去年才增加了1.2% 所以呢 目前的增幅 目前的均价已经跟去年的一个同期的一个均价 七月份的均价已经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 就是今年的均价约等于去年的均价 这个时候的均价 但问题是去年是往上走 七月份之后是价格还是往上走的 今年不一样 九月份十一月份还有可能加息 那个价格呢 可以看到有可能还是往下走 所以呢 没准再过几个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比如说十一月份啊 或者十二月份的均价跟去年同期比 甚至低于去年同期了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个变化 或者说我们再往推到明年 因为今年的一月份和二月份是 比较高的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 如果到明年的一月份二月份的均价 很有可能比今年的一月份二月份的均价 要低不少 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 看一下这个什么时候 这个均价呢 今年的均价比去年均价低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可以看什么时候比去年低了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已经是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程度了 再看的话 七月份比六月份 今年七月份比六月份 同比降了2.6 降了并不多 但是呢 我觉得也是蛮可怕的 因为如果每个月都比上个月降 1%2%也好 那一年下来基本上就是百分之十几就没了 甚至有一些比较 比较那个降了多的地区 可能3%4%也有 这只是一个均价 所以2.6%呢 虽然不多 但是如果每个月都这样降下去 其实蛮可怕 第三点 我们就看这个新盘上市的这个数量呢 其实同比去年七月份并没有减少太多 今年新盘上市是 七月份是12000 去年是12000 562 所以呢 我只说这个 我只说比例啊 今年七月份比去年的七月份的新盘呢 少了4.1% 并不是很多 我要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成交量减少瑞减 我们可以看到销售 销售和新盘的比例 就是我有100个新盘 我有多少个卖掉 这个百分比呢也下降了很多 今年七月份呢 比去年七月份要低了33% 同时呢 新出来的盘又很多 跟去年基本上少了一点点 这个比例可以看到 很多买卖家的盘拿出来卖 但是成交却少了很多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市场正在向买家市场 卖盘越来越多 买家成交的少 说明了什么 说明买家 无动于衷买家的power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市场 铁定是往买家市场去转变去的 加上今年这个 每个月出来的这个新盘 还是很多的 所以会造成一个新盘积压的现象 所以到了这个90月份 可能会更加的买家的这个 negotiation啊 这个谈判的这个力量 power更加的 就是更加的强大 第四个 第四点我们可以看到 在销售的天数上来说的话 7月份 今年的7月份 比去年的7月份 同样超出了9天 就是说长了9天 也可以看到销售的这个 一个盘在市场上挂的天数 越来越多 并不是说明它是很好的 说明这个开始变得冷却的市场 第五点呢 我们就是大概说一下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每个月的成交价 我从去年两年的成交价可以看出来 先说成交量 成交量可以看出来 7月份的成交量年5000 这只多一点点 5600左右 它是过去从2021年到现在来说 成交量最低的一个月 可以看到那个从去年12月份是蛮低的 大概也要到 但是也要到6000多 7000多 但是今年7月份 它不是12月份 它不是圣诞节或者节假日的一个月 它是7月份 它的成交量 但居然是去年和今年目前为止最低最低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月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真的7月份是比较的差强人意 7月份的加息 央行加了1%个点 导致整个的利息都在 浮动利息都在上调 导致这个买家不敢入场 导致这个成交变得少 所以可以看到市场 7月份的市场和这个颜乐的夏季比 是完全是冰冷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看看这个均价 从这个1月份的均价124万 跌到了现在只有107万 可能未来还会有往下走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 我觉得9月份 每年的9月份是经久饮食嘛 9月份还会有一个小反弹 加上9月份会有一次加息 所以我觉得9月份呢 可能会产生一个对冲 所以市场不至于9月份差到哪去 今年等待的一些买家 也会持续的在9月份10月份入场 我觉得不一定是100%等待的买家了 可能有一小部分等不及了 觉得差不多了 跌的差不多了 可以选择入场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经久饮食 秋季市场还是 以前来说还是比较火热的 今年来说的话 我觉得可能不至于那么火热 但是会形成一个小的对冲 跟市场这个不好的这个因素比起来 会对抗一点点 但整体来说 我觉得目前央行今年是整个加了加了到目前为止加了有6次息了 整体再加在加的话 今年整个加到底 明年可能最多就还有一到两次的加息 整个的加息会导致这个通货膨胀率下降 今年今天我得到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7月份通货膨胀率已经开始下降了 所以呢 根据通货膨胀率下降 央行的这个加息会稍微的停止一点点 或者说稍微的加少一点点 接下来呢 大量的当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确实有很多很多买家 大家都摩拳霍霍 或者说是在未来的半年到一年内 还是准备下手的 我们可以看到1月份2月份市场那么火 突然就下来了 那么多刚需去哪了 那么多买房者去哪了 大家都揣着钱在等待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 因为现在市场确实在往下跌 所话说的好 就是大家都等着在抄底 目前来说 我觉得底啊 基本上我觉得已经跌到四分之三的一个状态 可能还有四分之一 在等着跌 大家怎么看 如果有一些意见的话 可以选择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也可以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好 谢谢大家